这几天的新闻焦点在鼎心身上 所以之前那个大统恐怕这几天喘了一口气 到底大统制造出多少混冲铜叶绿素的毒油呢 彰化县卫生局调查 大统进货100公斤的铜叶绿素 已经用掉30公斤了 换句话说 高震丽靠着那两张 他亲手写的神秘配方 至少制造出了308万公斤的毒油 除了连江县因为太远没扑货 好了现在比较安了 全台湾五都十七县市 都卖过大统的毒油 大统进口的百公斤铜叶绿素 藏身在工厂二楼 这处神秘调配室里 靠着两张只有高震丽还有两名亲信 才能看到的神秘配方表 已经有30公斤的铜叶绿素被混进油里 制造出了308万公斤的毒油 全面消费者吃进肚子 不法获利超过五亿 根据调查 大统像比非多进口百公斤的铜叶绿素 已经用掉了30公斤 根据高震丽的毒价配方 0.07公斤的铜叶绿素 就能够混出7200公斤的毒油 等于制造出了308万的毒油 卖入市面 去年当中的进出货 跟一些账车的资料 是想要确定说 它的原料油品 也没有再留到其他的油品制造厂 到底308万公斤的毒油 全都卖到哪里去呢 根据彰化县卫生局调查 北中南全台湾五都十六县市 除了连江县太远 大统油没有铺货之外 几乎所有的县市都卖过大统油 高震丽和两名亲信 在公司二楼 调制混虫铜叶绿素的橄榄油 靠着两张神秘的配方表 大赚黑心钱 记者陈孟辉张化报道